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一个智慧的光亮球啊 这叫明点 在佛法界讲叫明点 这个明点呢 就是在心中的明亮点 什么事情我都能够解决 什么事情我都有办法 这个明亮点就是你的智慧之光点 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 你的眼睛会看 这个是好人 这是坏人 这个事情我可以做 那事情我不能做 然后呢 你的心中呢 就有一个光 这个光点就是明亮点 这个明亮点就会让你看见 你心中的第九意识的阿摩罗斯的佛光 你就明心见性 你就会对人间的一切都产生一种无所谓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无所谓 然后你的光明点呢 会越积越多 越积越大 而这种光明点等到你积累到一定的智慧 一定到般若的时候 那就是你头上的坛成啊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菩萨头上总是有一圈一圈的光啊 那是他们的光亮点 那是他们的坛成 那是他们的智慧的结晶啊 般若的结晶啊 所以你的般若智慧的光明点 你可以神行道 就是你的精神可以行走道 四圣道了 你什么都不跟人间争 什么都不跟人间抢 你的精神解决人间的一切烦恼 你的精神可以行走在四圣道 所以你人还在人间 但是你的精神已经解脱了 你的精神已经进入到四圣道 又是菩萨了 你就是阿罗汉了 就是菩萨了 那就是佛了 四圣道了 所以我们在人间 有的时候很想上天 只能在梦境当中上天 那么你梦见自己在天上 可能是你的法身了 别人梦见你 可能也是你的法身了 能看见你人间的身体 那是个暴身 受暴的身 对不对啊 那么看见你的化身了 变成你的法身了 那慢慢的 你用自己的智慧 上升到菩萨的 四圣道的境界 那你就是明心见心 明心见心 灵换 梦 寀